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集結 全面入侵的七成命令 美國官員表示 俄羅斯隨時將以各種形式攻入烏克蘭 美軍援助也陸續抵達烏克蘭 雙邊對峙進入關鍵期 大卡車司機反對疫苗接種令 示威越演越烈 擴散到全國 首都沃泰華 遭抗疫群眾癱瘓 進入緊急狀態 北京冬奧週五晚間正式開幕 習近平與多名外國政要會面 進行快閃外交 大陸網球女將彭帥 在法國體育報宣布退休 並再次強調從未指控任何人 曾性侵她 也沒有從人間蒸發 95歲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週日登機滿70年 她發出聲明 表示希望未來查爾斯王褲登機時 卡蜜拉能成為英國的王后 南非報變身 NFT成為募資 拯救保育類新方法 澳洲大學生利用AI人工智慧 精釀60種布魯啤酒 打造全澳洲第一個AI啤酒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起來Focus全球新聞 今天是華人社會農曆春節的收假開工日 希望大家開工大吉 我想回到開工這一天 在每一個工作崗位最關心的依舊是 重返工作崗位的人從哪裡來 在過去長長的春節假期當中 有哪一些足跡旅遊史 究竟會不會跟擴散的疫情有關 因此我們頭條選擇來看的是 已經癱瘓的加拿大首都 以及各大城市 因為疫情跟反疫苗接種的抗疫 演變到最高峰 連續兩個週末 加拿大各大城市都有卡車司機 他們霸占市中心主要干到 抗疫政府的疫苗令 他們不只是霸占而已 而且在有些地方是持續按喇叭 長名日以繼夜 讓很多必須在這邊 不管是有交通運輸 或者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 已經沒有辦法再承受 最嚴重的是加拿大首都渥太華 我們剛剛說形同癱瘓 因為抗疫的卡車司機人數 已經遠遠超過警力 渥太華市長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以動員各項資源控制情勢 而確診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對於疫苗令絕對不鬆口 強硬的態度是不想 跟這一些抗疫的人溝通 他不會用軍隊驅散抗疫群眾 但他跟家人因為安全的考量 已經在週末離開市中心的關底 另外對疫苗一直有嚴格規定 將近鎖國兩年的澳大利亞 在7號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也就是從21號開始 加拿這個澳大利亞 要開放所有完種接種疫苗的人 不管是觀光或者是商務需求 都可以進入澳大利亞 2022年開始最令人憂懼的一場戰爭 眼看就要變為真實 那就是俄羅斯想侵吞烏克蘭 根據美方的情報顯示 俄國大軍步步禁逼烏克蘭邊界 現在只剩下30多公里 白宮資深官員向國會的簡報指出 最壞的一個情況是俄羅斯會全面入侵烏克蘭 直攻首都基辅 然後建立屬於俄羅斯掌控的傀儡政權 預估整個戰爭死亡人數最多會有5萬人 同時進一步引發500萬人的難民潮 逃亡波蘭 美國跟俄羅斯幾輪協商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今天出馬的是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親赴莫斯科與普清協商 然後再會會見烏克蘭的總理 那就要看看他是不是能夠比美國總統拜登 扮演更成功的角色 另外一方面北約跟俄羅斯的軍事對峙依舊緊繃 美國增派了3000軍力在東歐各國去駐兵 而法國和德國也都承諾會增兵北約 但是德國拒絕提供致密性的武器給烏克蘭 這一場即將發生的戰爭是值得您每一天都要關注它的進度 好 接下來回到疫情 來看中國大陸 那麼收假以後它的疫情情況如何 那麼一天裡面的新增本土的病例是45例 那麼有擴散 但是沒有蔓延的那麼快 從初一到2月6號前後七天假 中國大陸這一次全面的陸陸運輸 陸空水的運輸發送的人次總共有1.3億人 增長了31.7% 但是比起2019疫情年之前的春節還是只有七成 那麼各地就地過年的人非常多 旅遊也沒有大爆發 這7天中國國內的旅遊人次和旅遊收入都是衰退的 旅遊收入比去年同比減少了大概4% 香港一天新增超過600例了 今天新增了614例確診 另外還有超過600例初步確診 新冠疫情爆發兩年多來 香港今天是整個春節收假之後 確診人數最多的一天 農曆新年群聚接下來的疫情相當不樂觀 香港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是避免醫療崩潰 2022年你已經看到了我們Focus的很多商機都是虛實整合 報導裡面澳大利亞出現了大學人工智慧打造的AI啤酒 也就是用人工智慧釀酒 而且鎖定廣受歡迎的IPA 那麼另外南非的野生動物保護區 跟NFT結合有一系列動物相關的NFT的作品可以募資 泰國出現了邊看盤邊喝咖啡的新餐廳 廣告之後我們來理解這一個小小窄窄的井口洞口 聚集了許許多多國際關注的目光 連續五天馬拉松市的實況關注 究竟這孩子出來沒有出來之後是否生死未捕 這個地方是在摩洛哥一個五歲的男童在一號墜入深井 馬拉松市的救援持續了整整五天 甚至連皇家寄警隊也前往小村落池園 教宗也在星期天特別關注並且感謝救援的人 究竟這個事件勾動了人性理念哪一些情感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目光轉到歐洲 95歲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在星期天登基滿70年 全球在位超過70年的只有三位君主 那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他在位72年110天 泰國國王普美彭 生前在位70年126天 還有列支敦斯登親王約翰二世 70年又91天 而伊麗莎白女王很可能會打破 在任最久的最高紀錄 目前英國王室我們來排一下 第一順位的繼承人 大家都知道是73歲的查爾斯王廚 而女王在登基屆滿70年 這個時候罕見的發出聲明 她表明未來查爾斯登基的時候 卡米拉能夠成為英國王后 這等於替2005年跟查爾斯結婚 長期被視為小三的卡米拉 得到官方認證一個非常公開確鑿的證實 而王室的第二順位繼承人是威廉王子 第三順位是喬治王子 接下來我們再貫注亞洲方面的疫情 日本第六波的疫情已經完全失控 日本在5號全境確診第一次破了10萬例 而另外整體疫情才要進入第六波的高峰期 當然現在日本的經濟活動因為疫情 淒慘得不得了 那麼不只是參旅觀光失去旅遊人潮 地方鐵路的運營幾乎都已經是冷冷清清了 這時候有一個次城線的鐵路公司跟民間團體 把電車神格化推出了電車神社 替一系列從來沒有出過意外的電車蓋了一座神社 主打祈求平安 立刻吸引到參拜和觀光的人潮 接下來我們關注的是北京冬奧 北京冬奧地主國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睽違近兩年 第一次跟全國領袖近距離的會晤 可以說在遠交進攻這個部分 他充分發揮了進攻 提供他的主場優勢舞台 上個星期五他跟普京的會談先拉序幕 然後習近平在週末兩天連續 跟將近20個國家元首都有雙邊會談 美國跟英國這些國家推動的外交杯葛 使得歐美國家幾乎集體缺席 波蘭總統成為唯一一個習近平見到面的歐盟領袖 而北京的冬奧外交呢 光芒雖然相對黯淡 那麼同時呢 去年11月起 自曝遭到星期內網球女將彭帥 讓中國的人權形象惡化 但是國際奧會跟外媒週一 不約而同的公布了彭帥近況 彭帥再次公開否認 他說過任何人性侵他 也否認失蹤 來看的是北非摩洛哥 1號就有一個5歲的小孩子 跌落32公尺深的井底 而這井口只有45公分 搜救人士沒有辦法直接出入 再加上附近土石鬆軟 很容易擔塌 因此耗費了5天 才把這小孩子救出井外 送醫回天伐術 但這個事件凝聚了高關注 當地的人自動自發趕去救援 甚至國家也派出了皇家祭警隊 教宗方濟各還在周日至上哀悼 同時肯定在這一次集體關注 共同救援的整個過程當中 大家所散發出來人性的善汗光輝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 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時間再會 我們下次見